看到了很多的书报亭 里面都卖地图 可乐 还有一些 简单的一些 这个日用品 我就很纳闷 我说在中国 在2008年的时候 所有的书报亭都摆满了杂志 摆满了报纸 然后我就问那个老板 我说你为什么都摆 你的可乐的地图 为什么没有杂志的报纸呢 老板说 他说现在人家都不看报纸了 都在看手机 那个时候呢 我在上海 那个时候的上海 基本上公交车地铁 还有空下来的地方 基本上每人都在看报纸 然后呢 我在纽约 我就走了一周 一个星期 我就从这头走到那头 从那头走到那头 我一直在看 一直在观察 我发现很多咖啡厅 很多的这个 这个商店 很多休闲的地方 他们的WiFi 特别的快 然后我就觉得 这是一个趋势 我想美国的商业 比较发达 未来 这个美国有的 未来中国一定会有 所以我回来以后 我就跟我们社长 写了一回信 我说我在美国看到了什么 我说呢 接下来 我希望我们的媒体要转型 转型到互联网 结果我们社长没有给我回信 他给我打了个电话 他说 他说中国的情况 和美国的情况不一样 你这个问题呢 应该做五年 十年以后 才会出现 各位 如果是你的领导 这样跟你讲完之后 你会怎么想 我想的是 我们的社长老了 我说我可能该离开 这个体制了 所以在那一刻 我一直在寻找 一个商机 一个机会 如何又符合 时代的需求 如何又能够 让我很轻松的 走向我的自由的人生 所以很荣幸呢 在后来的时间里 有一个朋友 他就引荐了 我们的小老板 后来我就到了美国 他的总部 看完以后 我发现 人家的商业模式 真是先进 当时我去美国 总部的时候 我列了好多条 我说如果我要做劫师 美国一定要 大应我的 先出货呀 后还款 要多少广告费呀 多少推广费呀 多少客服配套啊 多少物流啊 啊 累了好多 当我到了美国总部 看完以后 我杀眼了 人家一个月 几千万美金的 营业额 整个总部 不超过二十分 这是后来我们在做劫师以后 我们一个新的定位 叫六网合一的定位 在美国总部 他把物流 资金 产品 生产 管理 信息 全部都搭建好 他只需要我们张好 就开张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分析完以后 说觉得 劫师这个公司 可以做 可以参与 可以经营 为什么 因为当时我们在报社 一直在研究 失败企业 它为什么会失败 一个企业 它为什么会失败 对我们总结出三大因素 第一个因素 产品的因素 第二个因素 是团队的因素 第三个因素 就是盈利模式的因素 如果一个好的产品 过个一年两年 很容易被别人超越 那一定会落伤 那再好的产品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团队 来运作 来经营 就是一个老板 再大的能力 它也很难成功 第三个 就是盈利模式 就是说很多公司 公司赚钱 老板赚钱 但是包括副总裁 包括很多的员工 很多的高层 都不赚钱 所以上一次 我在跟中央企业 讲课的时候 我讲 说我们 所有的中央企业 老板 你每天都在培养 竞争对手 这就是 我们的盈利模式 出了问题 那么 在杰斯这个舞台上 在杰斯这个系统 在杰斯这个平台 它刚好符合了 现在 我们所有的商业模式 其中有一个 就是 投资小 赚钱块 个人资产 随身贷 大家你想一想 如果今天 你去做一个生意 是不是要投资很多钱 是不是要准备很多的人力 物力 而且还不一定赚到钱 还不一定能把钱赚回来 那今天杰斯呢 我们只要张嘴 我就可以开张这个生意了 我微信一发 电话一打 朋友圈一发 这个生意可能就自动的上门了 接下来可能杰斯公司会更先进 可能也不需要 ABC法则再去见面谈了 他屁股要扫一扫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做的是一个非常 这个 这个 欲失俱进的一个生意 所以呢 这一点 这就是我讲的 来到杰斯这个平台 你首先 要相信 相信自己 相信公司 相信产品 那么第二个呢 我觉得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走的路 来到杰斯平台 我想今天在做的很多 各位 有一部分是来看看的 有一部分是通过杰斯大学 来增加自己的信心的 我想呢 今天各位 要想把杰斯运营好 做好 在短时间内或者成功 除了相信 还不够 第二个 你还要回去 搭建你的团队 好 今天 自己又带 自己的团队 来到这个现场的 来跟我互动一下 好不好 带你的团队 来到这个现场的 后面的朋友 好的 请放一下 有很多 有接近三分之一的 都带了自己的伙伴 一个事情 要去把它做好 第一个 除了好的产品 第二 要有好的团队 那在杰斯这个舞台上 我们的引力模式 决定了我们上下联络 左右互动 所以今天 光你一个人能干 是绝对不够的 我们还需要 一个团队 来运作这个事情 我们的团队当中 一定要有人会讲产品 会讲模式 会管理 会运营 这样的话 我们再去复制 这个系统的时候 我们的速度 才会加快 来到杰斯 你不是在推销产品 不是在卖产品 不是在拉人 不是在销货 不是在找 癌症病友 今天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搭建团队 来运营我们的空中网店 让更多的人习惯 拷自己的钱 在自己的网店上买东西 而不是在商场 网店上买其他的东西 如果今天通过我的努力 通过我团队的努力 我改变一个人 在自己的网店上消费 改变两个人 通过一年两年 如果我改变三五万人 十万人 二十万人 都在自己的网店上买东西 也就是说 今天过一年以后 我每个月 一个人买一瓶金花鹿 我一个月能卖几瓶金花鹿啊 可能卖三五万瓶 甚至十几万瓶 所以个人的网店需要运营 所以今天如果你还没有团队 或者是说你还没有建立你的团队 我就希望从今天的课程以后 各位回去组建自己的运营团队 让我们的团队来复制我们的系统 让我们的系统来带动我们的团队 第三个就是坚持 我想很多人都提到这两个字 坚持坚持坚持 我也知道坚持 但是很多人在做的时候呢 往往坚持不了 刚才陈总讲的谈三个十四个 谈三个十四个这种现象 在团队当中 在市场当中非常的普遍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就是因为学习不够 所以我想今天来到这个现场以后 我们从那头到那头 我们这几千人 大家有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坐在现场 很热热的听 但是刚才我在外面转了一圈 外面依然有很多人在人来人往 你觉得他是来学习了 他人在这个会场 心在这个会场吗 所以各位 当下坐在这个会场的 我相信未来的一到两年 你很有可能成为钻石 好吧 这样是你的棒 我们第一次举办第一届建设大学的时候 林总讲我们只有八百人 但是今天大家知道吗 我们今天有一个团队的领导人 一个人都带了八百人 就在我们的现场 你看如果今天这一个人是你 你回去什么时候钻石 基本上差不多了 应该是百分之一百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公司为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 为我们提供了这一个舞台 我希望各位一定要珍惜 既来之之安之 包括以后我们的学习 学习不够 努力白费 那我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们从2011年开始做结石的时候 当时原来一个相信 后来加了自己的努力 加了团队的整个的配合和运作 才有了今天的成绩 当时我们刚做的时候 一个月在中国那个时候的订单 有五万美金的这个订单量 当时很多人都在想 说五万美金嘛 很容易完成的 但是对于一个很多人 没有做过生意的人来讲 五万美金不是一个小数 当时美国老板还问说 如果你们经营运作以后 你们能做多少业绩呢 我们在想不知道 老板说能不能做五十万 说不知道 说不知道那你不要做了 说五十万都完不成 你不要做了 后来想了一晚 说算了 答应他吧 完不成也没关系 丢外国人的人 不丢中国人的人 但是很奇迹发生了 我们回来的第一个月 我们2011年的11月份 我们单月的业绩 突破了五十五万美金 那么在上个月 我们在全中国 我们所有的华人 所有美国团队 所有的团队 加起来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上个月我们突破了 两千五百万美金 那么也就是说 今天你源于一个相信 源于一个坚持 源于一个努力和付出 就加上我们的整个的 一个系统的运作 所以今天呢 各位我想第一次来到 今天的大学的朋友 无论你是来学习的 来看看的 还是来当判官的 还是来被逼来的 我想今天来到这个现场 今天其实你不经意间 抓住了一个趋势 不经意间你坐在了一个 全世界最高科技的公司的 一个会影现场 今天不经意间 说不定坐在你的左右边的人 都是未来收入 一年过千万的 转世纪总裁 所以等一会儿 别忘了给你身边的人握我手啊 我们第四一届街上的同学 你好 哈哈哈哈 有点有点有点 那我想 第四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每个人我们要有个梦想 很多人都有梦想 我想梦想有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 自己有房有车 这里我相信很多人 都已经实现了第一个梦想 第二个 给自己的父母买房买车 我在说的时候 你别想啊 这是人生的第二个梦想的层面 第三个梦想的层面 给自己 小的时候抱过自己 爱过自己 关注过自己的人 买房买车 现在各位 你到哪一个层面了 第一个层面 还是第二个层面 如果今天 你到了第三个层面了 今天 我们来合作解释 那你就不用再为金钱发愁了 如果今天你 还是第一个层面 我们要努力 使自己进入第二个层面 让所有爱过我们的人 然后呢 我们有能力 去爱他们 所以我想今天的各位 来到今天这个现场 无论今天你到哪个层面 我想我们来到 解释这个平台 都要放大自己的梦想 都希望在今天 能够自己有能力的同时 也能够照顾到我们的家人 也照顾到我们的亲人 解释这个平台 倡导的是 把健康的美丽 带给全世界 我也希望我们自己健康 我们自己的家人健康 让我们自己的父母 我们身边所有认识的人 都健康 我想呢 这一句话 大家一定要记住 来到解释平台 我希望各位 让自己和自己爱的人 我们一起慢慢变老 好不好 好 好 祝福各位 谢谢 Erin总裁